万人同乐万联节活动正式启动 万联乡长林国顺及与会贵宾 一同进行活动仪式 为2022万人同乐万联节揭开序幕 为了让民众刷新对万联乡的产验形象 乡公所结合乡内好吃又好玩的景点 举办2022万联节 一讲到万联大家熟能详 就是猪脚非常有名 确实猪脚是我们的扛棒 也是我们祖先留学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产 然而经过我们这些年多元的发展 我们知道一个地方要能够繁荣 要能够新鲜向荣 必须要一业结合 全域开发 所以我们以万联猪脚为我们人潮的聚集 希望让他们去分享到我们在地的百香果 凤梨 可可 以及我们三沟 四沟 五沟 很好的水岸景观 三公所盘点乡内观光资源 重新规划活动主轴 以万联猪脚节这强力的品牌影像 号召全国民众走进万联乡 结合乡内知名的休闲农场 万金圣母教堂 可可跨域推广所等吃喝玩乐景点及产业 设计出万联漫游小旅行 派游客慢慢品尝万联独有的人文风景 我们一夜结合的情况下 就希望大家我们万联节 就是把这两天的活动 我们不仅有小旅行 还有我们的用不同的交通工具 有马拉松的 有路跑的 有骑脚踏车 甚至坐游览车的各种方式 把我们的人潮带进我们的火房里面 带进我们的三河院 带进我们的果园里面 进而跟我们的美食 我们的人文地产品结合在一起 三公所期盼透过万人同乐万联节 创造全新的万联产产业品牌 让游客对万联有更不同的乡镇印象 2022万人同乐万联节系列活动 于10月22号及23号热闹登场 活动内容有乐团大赛 同乐健康操 农特产市集 及知名艺人演出 详情可上万轮相公所脸书查询 记者是欣婷张志豪采访报导 一文房之二 一文房之二